一个大妈正在奋力的推着车子 因为天气太热 大妈一下摔倒在地 车上的苹果散落一地 一大哥看见 连忙从车里下来 上前扶起大妈 并问大妈没事吧 大妈说没事 交警看见也跑得过来 和那个大哥一起帮大妈捡苹果 但嘴里却念叨着 这么大岁数了 不在家老了吃吃呆的 还出来干这 家就没人给你帮个忙啊 要不是看你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废的罚警官 大哥听不下去了 说道说这些有啥用啊 快把这些捡起来 把道路疏通了 不一会儿捡完了 车子陆续启动 对了 小布发现一个新特效 打出前方高能 你会看见什么 长按点赞也会有惊喜 大哥安排大妈在路边休息 并询问大妈情况 需不需要上医院 谁知交警又来了 大妈 我们这是交中主要路段 不能哪停留 赶快离开这 同志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 让大妈在这休息一下 忙工作去 不行 这这么多车 对大妈人生也没有安全保证 大叔表示 那这样 这边工作交给我 你去忙吧 交给你 这就是我的工作 这事要让我们局长知道了 受处分的肯定是我 能处分你吗 你哪个单位的 大叔说公安局的 交警却说 我怎么没见过你 证件呢 大叔拿出证件 交警一看 脸色马上变了 并规规矩矩的敬礼 原来大叔是公安局长官局 并说刚才是场误会 官局说 跟我误会没关系 别跟老百姓误会 交警也虚心受教 都说我们警察视老百姓为父母 你就这样对待父母 要是你的母亲推着车 在路上摔倒吧 你也这么跟她说话 你也用这种态度 交警羞愧地低下了头 摆正位置摆正位置 说了多少遍 你头上的大眼帽 不代表你比别人高一头 这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标志 随后叫她忙工作去吧 究竟是个好交警 只是话有点冲 局长也是好局长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 局长跟娜妈说 这是交通要道 在这休息 的确是很危险的 一会儿我带你换个地方 长按点赞支持 这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见 886 优优独播剧场